本期视频是一战饮食系列的第二期 将主要为您讲述战争期间发生的 研究茶堂的格勒夫事中的相关故事 话不多说正面开始 一战后的1921年 英国学者艾伦斯塔尔曾发表过这么一个观点 他说英国是靠免费的茶水赢得的胜利 而另一位叫做德伦奇的战地医生 也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是一杯杯阿萨姆奶茶帮我撑过了战争 多年前啊 我记得我也看过一个关于一战的纪录片 里边有段访谈 主持人让一位老兵形容一下战壕 那老兵低下头说 那里弥漫着的是香烟和死亡的味道 显然一战这种马拉松拉锯般的战场形式 是对每一名士兵精神的严峻考验 最早在1914年7月走上战场的那些士兵 原本以为战争会在四个月内结束 他们甚至有时间赶回家过圣诞 结果最终等待他们的 却是长达四年的地狱之旅 在此期间除了最基本的饮食保证 那些能缓解士兵压力 提振士气的东西 绝对也左右着战争的走向 那今儿我们就来看看一战中那些至关重要的富士产品吧 在15世纪末 哥伦布的远航船队抵达美洲时 他们便发现了当地印第安人非常钟爱一种草叶 他们用嘴吸 用牙嚼 用鼻子嗅的这种神奇草叶 就是后来改变了世界的烟草 烟草在被带回欧洲后 也就用了100年的时间 击被传遍世界 它似乎天生就是战场的好搭档 不管是在1618到1648 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掀起的30年战争中 还是在1846到1848年 天选之民美国寻求领土扩张的美墨之战里 一或1853到1856年 俄国独占欧洲的克里米亚战场上 每一次战争的冲突 士兵都要靠烟草摆脱无聊 驱赶疲惫 克服恐惧 如果说军队与战争是诞生烟民的沃土 那么一战堪称这片沃土中的 北美大平原 在一战刚开始的时候 吸烟主要是以烟斗的形式来完成的 这里边主要是习惯的问题 总之那时候的人普遍认为 硕大的烟斗代表了男子汉的气概 而细巧的卷烟 一瞅就哪里眯眯啊 但随着战争的深入 士兵们可笑的刻板印象 马上就面临了很多实际问题的考验 最终他们不得不承认 在局促的战壕里 还是小型卷烟要方便的多呀 抽烟斗步骤复杂 需要耗费远比卷烟多得多的时间 另外烟斗易灭 经常需要重复点燃 而在黑夜中 每一次点燃的火光 都可能为自身带来不测 于是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卷烟就代替了烟斗 成了军队的主食 它甚至被当作货币 比如在英军战壕里 你想理一次发 请附两根烟 而在众多香烟中 最出名的应该是马霍卡烟包 马霍卡是烟草的一种 其学名叫黄花烟草 它含有远比 现在香烟更多的尼古丁 一般烟烟的尼古丁 含量约为1%到3% 而马霍卡是9% 黄花烟草中国也有 一般被称作山烟 小花烟或墨河烟 而当时出产 马霍卡最多的是沙鹅 它被做成小纸包 当作口粮分发 军官们在得到烟草后 会放入给他们配发的 精美小盒中 而普通的士兵 则是放入自带的小袋子里 由于香烟是让士兵 暂时脱离地狱战场的良药 所以装烟草的袋子 自然也具有某种 美好的象征性意义 因而士兵的妻子 喜欢亲手为自己的丈夫 缝制这种烟草袋 他们在袋子上 绣上美丽的图案 富有含义的字母 显然这种做法在客观上 更加加重了士兵 对烟草的美好印象 因此烟草的消耗 在一战前后疯狂增长 以法国为例 十九世纪 年人均消耗烟草 约为三百五十克 而到了一战后 则猛增为一千三百五十克了 哦对了 马霍卡烟包 后来在苏联 还进化成了一个 著名的品牌 叫做贝洛莫卡纳 其名称是为了纪念 白海到波罗的海的运河军功 其实这种黄花烟草 我在大学的时候 偶然抽过一次 我们宿舍一哥们去农村赶集 带回来过一包 抽的时候 得用一种粉色的纸条 把烟草卷成 所谓的山羊腿造型 而且这玩意儿 只能抽半口烟 也就是吸一半吐一半 如果全往里吸 我呛死个人 而且产生了烟雾极大 味道特别浓 千万不要尝试 与中国煮水烹茶的习惯不同 欧洲人自古以来对抗水污染的方法 就是饮酒 所以酒精是浸淫在他们心底的文化 圣经中 撒玛利亚人用酒为旅人清洗创伤 葡萄酒是诺亚的信仰 耶稣受难的象征 那伊斯兰进酒 所以我们与他势同水火 而军队中更是少不了酒精 并且在一般情况下 更受主意的酒类 恰恰是度数相对较高的烈酒 因为低度的啤酒 葡萄酒需要更加妥善的保存 否则容易走味变质 而高度酒在这方面则要皮试的多 所以像葡萄酒中添加白兰地 是当时一种惯常的保鲜措施 另外烈酒可以用更少的运输成本 为士兵带来更多陶醉松弛的体验 这也是军队喜爱他的原因 当然战争发展到一战这个阶段 已经有很多领导人看出了酒精 带来了众多副作用 所以定时定量的配极酒精 以达到兴力除弊的效果 成了一件很有技术含量的事 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居然是意大利人 在一战期间 意大利是不允许士兵在战壕中喝酒的 而在一些需要获得额外勇气 buff加持的特殊情况下 他们也仅仅是向士兵分发一些格拉巴酒 格拉巴酒的通俗叫法是扎酿白兰地 其原料本是制作高档红葡萄酒时 弃之不用的各种边缴料 原本只是打发低收入者的垃圾 但是随着蒸馏技术的发展 饮食天赋点满的意大利人 居然化腐朽为神奇 用这些葡萄残渣开发出了格拉巴酒 并大量制造消往全球 后续还推出了添加水果糖浆的版本 专门糊弄美国人 而一战中的意大利士兵 由于酒类的缺乏 更习惯于把有限的格拉巴酒 当作一种调料添加入咖啡 制成所谓的卡瑞托咖啡 酒与咖啡共制一杯 刺激的口感与浓郁的芬芳 共舞一室 彼此相得益彰 兼得其妙 还能说什么呢 意大利人 你们干这个 真是吗一门灵啊 欧洲自17世纪以后 就逐渐养成了以咖啡馆 为大众消费中心的社会习惯 人们在这里一边喝咖啡 喝茶 喝酒 抽烟 吃饭 一边交换彼此所知的信息译文 咖啡饮君子福尔泰 在此著说经典 真扁实弊 法国革命家德木兰 在福农咖啡馆振臂一呼 便攻占了巴士底遇 成就了法国国庆日 甚至后来美利国能够独立 也是凭借摆放在波士顿港的 那一香香茶叶 才点燃的燎原之火 总之没有了茶与咖啡 西方人的精气神 就得打下去多一半 这点在战争中毅然 两者的供应是否充沛 直接关系着 欠好李士兵的士气 姗姗来迟的美国人 为了能让自己的士兵喝上咖啡 甚至在法国 设立了自己的烘焙和研磨工厂 他们甚至让一款之前 被嘲笑被贬低的商品 走上了神坛 那就是速溶咖啡 速溶咖啡早在一战前 十几年就已经出现 据传发明者是一名叫 加藤聪的日裔化学家 但他的产品最终在市场毫无波澜 而随着美国加入一战 每天顿时需要 三万七千磅速溶咖啡运地战场 在前线供水不足的情况下 士兵甚至直接把速溶咖啡包 倒进嘴里 当时速溶咖啡的军需品牌 是乔治华盛顿牌 这说的可不是美国内总统啊 而是一位同名的比利时商人 但我估计这个看似巧合的同名 恐怕也内藏了商人的脚侠吧 总之华盛顿咖啡公司 在这一时期利用各种报章 杂志电台大肆宣传 赚的盆满钵满 后来这家公司在创始人华盛顿 本人病逝前不久 被大名鼎鼎的惠氏公司收购 其咖啡品牌也在1961年停用了 相比于用速溶咖啡 代替咖啡的美国人 英国人在对待茶的问题上 显示了他们虔诚的执拗 他们可没说开发一款 东方树叶类的饮料来代替茶叶 而是发明了一整套 名为汤米吹具的附件 来确保士兵能够顺利的煮茶 汤米吹具由一个装有燃料的小罐 和一个金属片制成的简易炉子构成 虽然叫做吹具 但你要真想拿它做饭 那可飞了进楼 所谓煮一杯茶 是它最好的用途 另外有很多以发明者命名的发明不同 汤米吹具可不是由什么汤米博士发明的 事实上汤米是一种带有军队文化的理语 抑制所有普通的英国士兵 其出处有很多版本 其中之一是说在1794年法兰德斯战役期间 有个叫这个名字的士兵英勇牺牲 被大领导当作典型用于宣传 但听上去这个说法好像也不是特别靠谱 糖是根植于人类基因中的味道 对它的追求乃是人之天性 它不光是以独立的形式出现在战场饮食中 更是作为一种配料赋予给了所有入口的东西 喝咖啡喝茶要加糖 朗姆酒等众多酒类中也会添加糖作为基础成分 甚至烟草商的配方里也这样写道 每45公斤的烟草需添加6公斤的甜味成分 但若说一战中纯粹的糖果 当推美国的戈登堡花生咀嚼片 制造它的公司位于美国宾夕法内亚州 是由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移民 山姆伯恩创建的家族企业 这种糖果最初是作为一战期间美军的能量棒 可以说是初代的势力架 耐嚼的口感 高能量高蛋白的配方和独特的口味 使其深受不对欢迎 当战争结束后 返回本土的美国大兵 把对它的喜爱带回了美国 这种零食几经变化 直到现在依然是畅销的糖果款式 而在二战中 好食公司接过了它的衣钵 为陆军制作糖果 其成分为巧克力加燕麦粉 它既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与水混合制成一杯coco饮料 但军方为了防止士兵拿它当普通糖果吃 所以刻意在味道上降低了甜味 突出了苦味 其实战场中的糖果 除了食用之外 还是军队施展软实力的一种物资 以美军为例 无论是在上世纪的日本 朝鲜 越南 还是在本世纪的伊拉克 叙利亚 阿富汗 少不得见到 大兵们向孩子们分发糖果的画面 在断臂残垣 令人绝望的废墟中 一块糖果所能腰买的东西 比它自身的价值要打上太多 太多 太多了 您说咱还有必要以二战为题 再出内容吗 我觉得二战这个题材 做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各种鸡脚嘎拉能做的内容 早就被反复提及解说过N次了 再炒冷饭也没什么太大意思吧 后续还是找一些相对冷门的题材 来延续战场饮食这个系列吧 下期会走出战场 为大家整点别的内容 就这样 下周五见